我们时间不管更可怜 我们还到今年11月 10月以后就没有钱 那个主席 我刚刚听到你讲 不要砍他们的预算 基本上我支持了 所以刚刚那个三个 行政院核定的那个东西 还是应该改成专案报告 这样才不是砍他们预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市场率30%以上 他们从哪里筹出来 这个就在砍他们的预算 这就在砍他们的预算 因为社交单位 说实在的我过去 你看我今天一个案子 都没有提出来 我就全部都支持你们的 意思就是说 社交单位很难做 然后博物馆法修改了以后 又增加了你们 很多的任务在里面 可是行政院 核定你们的计划里面 既然市场率是30%以上 这个都没有过的 那你们自长率怎么筹出来呢 因为虽然在财务报告上面 你报行政院上面 有财务的部分来讲 你们会有写 你这个30%怎么筹出来 可是我们也想看看 他这30%到底怎么筹出来 如果是像故宫 大故宫 他的财务中间 有一部分是把门票 增加一倍以上 那这我们支持不支持呢 那后来大故宫 因为在我们的立法院坚持下 他只是针对外宾 国外的客人 入客增加了一倍 对本国人来讲 还是减一半 所以这也是我们立法院 到最后的一个决议出来的 所以他们这30% 叫他们社交单位 去筹30% 从哪里筹 从哪里筹 一个是增加收入 一个是前脚开支 那前脚开支 又是缴到国库 又不是他们的 增加收入也冲到国库去 那他们从哪里筹 把派出一个30%出来 我是可不可以 那如果是像银行贷款 对不对 那像银行贷款的话 他每年都要负担到利息 到中国还款怎么还呢 所以这个都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用专案报告 而不是书面了 如果就是送到书面 我也觉得很大的疑问 我先答应你嘛 先书面你不满意 我就排专案嘛 那主席我先告诉你 不满意 我今天这样子听了 我先告诉你 绝对不满意嘛 好 没关系嘛 如果是要用银行贷款的话 因为现在他们的收入 通通交口国库嘛 如果是次数减少 就是预算少编给他 也不在他们手上嘛 那就只有唯一的途径 就是借贷嘛 那借贷的话 将来怎么就还呢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绝对有问题 你这样一个社交单位 如果今天总预算是多少 总预算多少 对你们这三个 这三个 十亿 一个管要负责三亿 三四亿的款项 叫他们从哪里筹 张会长你帮我回答好不好 对不对从哪里筹出来 这是很大的问题 是 委员这个问题 其实提到我们社交机构的 心里面的痛 就是当时申请 这个国家文化设施计划 它的前提就是 你的市场率要30% 这是国发会的 国发会的提案 成案的前提 那当然我们都勉力为之 像我们历史博物馆的 自筹率现在是17%而已 那我想中正跟国库 可能高一点 但基本上都还没有到30% 所以到30%这个 我们在这个还款计划里面 其实都有委员提到的 要贷款 然后另外就是说 它不是规定我们 在执行的计划期程里面还 是30年里面还 那以我们目前 大概自筹3000万 我们就想说 我们能够努力一点 我们在30年里面 应该是可以还 那问题就是说 如果委员会这边有个建议 能够跟行政员讲说 因为社交机关 自筹机会非常辛苦 可不可以 佐以降低自筹的比例 那我们是非常感谢的 所以我们要 如果我们假设要做这样的决议 我也要先看出你的还款计划 对不对 我要看行政院核定的 这个案子里面 到底财务计划里面 你们怎么写的 对不对 然后合理不合理 因为社交单位 基本上 你叫它30% 对 跟委员报 我们当初 有一个这样子的 那个中部的 那个中科的 高等科学园区 它的市场率是多少 好像都没有达到30% 高等员区都没有达到30 一个社交单位要30 合理不合理吧 所以我们当初 有一个建议 如果说委员愿意支持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们说 就由文化部 根据自己的需要 我们定一个 自长率的一个标准 但是在30年之内 我们逐年增加 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们一开始 比如说像 那个什么大男孩 刚开始的时候 不可能到30% 所以那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样的 有按照我们自己 横算的标准 比如到10% 但是在30年之内 我们慢慢后来去追上 追上达到它30的标准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对那个 社交单位的压力 就比较小了 那不然它比如像 现在那个传业中心 它可能马上叫 要30% 那它马上叫到银行 去借几千万 那如果说你给它 给它刚开始10% 然后30年之内 慢慢慢慢追到30% 因为它后来就 就营收就会进来嘛 这样子的方式 可怕就 何委员 何新城委员 跟你传业中心有关 来 主席哦 我想那个 郑委员有提一个24案 讲的就是传业中心 这个问题了 那事实上我刚刚听了一下 其实 每个馆几乎都是类似的模式 都是国发会 要求你们要30%以上的自筹 所以才会有一个 跨域加值的那个大计划 那所以同样的 我们都在这个预算书里面 事实上我跟蒋委员 有同样的看法在于 第一个 你们送过来的一个 核定的一个计划内容 到底实际上是什么 这第一个 第二个在这个预算书里面 并没有详述说 行政院合给你们的 国发会合给你们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跟你们预算说明 跟你们预算数 到底合不合 我觉得看不出来 那你今天要我们来审这个预算 我觉得这不尊重我们 第二点 第三点在 刚刚讲的那个 国发会给你们的这些条件 我确实觉得真的是太苛刻了 尤其刚刚馆长所讲的 自筹率30% 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借款 我想到 一般老百姓要去跟银行借款 一定有一个不动产 不然就叫做信用的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几个监是 要是用我们的冠去在那 就钱 直接的钱又 不好意思 如果你们自己可以有偿还能力 那还没有关系 那像一般老百姓没有偿还能力的 时候变成台长 去逢房 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 你是政府的一个单位 所以金融没给你逢房 但是 最后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偿还的话 你不要说30年 你们好像说30年看起来很长 我跟你讲 如果你们的营运的核心价值 还有营运的计划 方向如果做的不对 或者是营运的不好的话 就算给你50年你也还不完 那最后的烂摊子谁要负责 不行这样子 我觉得要负责任 不要把烂摊子丢给新政府 所以现在先说清楚 所以我是建议 我们还是要冻结 但是我还是希望 听到部长跟我们三个单位 这个国发会的行政院的 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条件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到底未来会不会变成呆账烂摊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很担心的 要讲清楚 所以你要专案报告是不是 专案排五个零之后才拍专案 现在不排 先讲好 我讲到前面 主席 我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方子序 那我想刚刚聆听了各位委员 对于整个这个文化设施 文化机构的这个定位功能 我觉得深有同感 那我想提供几个背景资料 也提供给各位委员 这个参考 首先第一个就是 大家可能提到就是说 什么是作业基金才能够进来 那以目前来讲 就是三个这个场馆 事实上是教育部时期 就是作业基金 所以到文化部 它是整个单位是作业基金 但是传议中心 我们没有办法整个单位作业基金 因为要整个单位作业基金的 致长率至少要达到15% 致长15% 但是我们传议中心就是 我们有三个团一个管 还有整个业务单位 我们全年的这个至长 只有8%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达到 作业基金的这样 成立作业基金的门槛 因为成立作业基金都要行政院主计总处去核定 你的这个财务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这个 大家也知道说文化机构 这个文化预算要增加 可是增加我们本预算 所以我们的计划 事实上就已经是零基成长 而且是每年减10% 我们能够增加经费 就是用计划去争取经费 用计划争取经费 外加的只有两个管道 一个是公共建设 就是国发会 他匡列的一笔钱 然后让我们这个去提计划 然后才能够外加 第二个是科技计划 就是科技部有一笔钱 科技计划 其他都是我们本预算 所以我们要去争取这样的一个计划 这个 国科会 科发 国发会就要求说 你的门槛就是必须要 至长30% 我才能够成案 才能够审你的计划 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就连想都不想 连提计划都不能提计划 所以我们就是拼了命 提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而这样的一个计划 事实上刚刚提到的 就船域中心跨域加值里面 我们最后经过两年的努力 我们得到行政院的核定 细部计划也核定 总共是34.58亿 34.58亿里面 就是六年的计划 我们公务预算 益柱24亿 我们自己要去再赚10亿 再赚10亿的这个财务规划里面 就是以30年为财务规划 我们在这30年其中 用我们三个园区 船艺 还有台湾汐渠中心 还有高雄玉居园区 整个部分 我们可以赚5亿 等于是透过门票 透过所有的交易训练等等 用我们的能力 我们可以赚5亿 另外5亿 我们必须要跟银行贷款 那要跟银行贷款 也要经过财政部的这个 有关这个财务的这个 所有的财务专家要经过我们审 审说我们是不是有 产还能力 那我们也经过这个财政部的这个 等于是举债的这个委员会 也通过了他的审议 认为说我们可以 就是说我们也拿到那个财政部的 审议函 那就目前105年来讲 也就是说 国法会要求说 这个要拿跨域加值的计划 第一个条件是要30%至长以上 第二个要计划行政院通过 第三个必须要成立作业基金才能够使用 因为30年的部分 那船艺中心为了要拿到这笔钱 所以我们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 台湾戏曲中心马上就要开幕了 我没有营运 政府没有给我人力的编制 没有给我营运的经费 所有的部分都要靠 这样跨域加值的部分 来这个进行 所以 以今年来讲 船艺中心总共 这个经费是要10亿 但是政府挹注 这个8亿 4亿是金长门 4亿是资本门 另外我要去借贷1.52亿 然后才能够这个吻合 但是刚刚提到的就是 江委员也有提到 就是说院里面核定的计划 并不像地方政府一样 他合给你10亿就给你10亿 或是合给你8亿就给你8亿 他可能给你3金减2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说 我们提了10亿他给我8亿 要我1.5亿 其他我去赚 我大概要赚这个5600万的部分 然后另外不足的部分要去借 那我们就是提到最后的阶段 就是说如果我不要去借的话 我就不用用到这笔钱 我就可以 因为作业基金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所有的部分 金长门的部分 它是可以留用到第二年第三年 那资本门的部分 它必须要看你的这个执行率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认为 比这个在这个本预算里面 它就是必须要全责关系才能保留 否则的话就全部要缴顾 就是说以作业基金来讲 对于我们这个文化机构在执行这个业务推动 特别是场馆的部分是比较有弹性 那最后来讲 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说 以船艺中心这个计划里面 台湾戏曲中心 我们未来还是 因为它是一个表演场馆 我们还是希望走行政法人的路线 那个来做 那这个现在目前只是一个过渡 那我们是希望说委员了解我们整个状况 其实我们是因为所有立法的阶段 或者是所有的阶段都有它的这个实效性 但是我们文化的推动 事实上是必须要这个 时时刻刻没有空窗期的 所以我们只能做一步 进一步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心声 请各位委员支持 来 何委员 何委员 谢谢赵伟 我还是在提醒 第一个在我们的预算书里面 刚刚我们馆长 中心 主任对不起 主任他解释了很多细节 大概都披露出来 但是呢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说明里面 并没有看到 预算书里面预算说明也看不到 包括你说你要举债多少 你要逐年怎么偿还 那你在我们的预算书 跟预算说明里面都没有看到 那这个部分你要我们今天来审 可是资讯在不公开不透明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还要我们一一的去对 我们对了以后又发现你们原始的计划的预算 跟现在在预算书披露的预算 是不符合的 所以呢 我觉得哦 这个要讲清楚哦 那第二个 刚刚在讲的我还是在提醒哦 我们这些场馆为了要争取经费 为了要争取国发会的同意 我们去举债 而这些举债呢 也不是在我们预算书里面 披露的看得到的 这些都是隐藏性的债务 这些隐藏性的债务 我们要让人民知道 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下一代 要来负责还债的 我们现在等于是在预支 而这个预支的这些债这些钱 还是在预算书里面看不到的 这个也是现在政府必须要跟我们说清楚 讲明白 不然我们看不到你们的偿还能力啊 我跟讲委员我们部分党派在这里 我们怕的是未来这些隐藏性的债务 到底你们还得起还不起 未来是不是最终就是政府 要来承担呢 而你们三个场馆喔 其他的我不要管 你们三个场馆加起来举债就好起 十几亿了 来来你们三个加起来多少 三亿三亿三亿 你几亿五亿 三亿三亿三亿九亿加五亿就十四亿了 而这个十四亿是隐藏性在我们在预算书里面是看不到的 这怎么对 这个才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啊 现在的国法会行政院到底是核定你们这种什么样的烂计划 烂标准 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这省区算我们今天很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啊 不是给不给你们过 要给你们钱好好做事当然我们都支持 但是这个都没有讲清楚啊 我要是重复一遍不要把现在的烂摊子啊 留给以后的子孙跟以后的新政府 来 请管长说明 其实刚刚已经讲说这个是新生啊 但是基本上现在在座这四个场馆 其实都有一些可以自愁的能力 那我们当时所以会接受这个自愁经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认为说虽然博物馆是非盈利机关 但是它也应该有企业管理有一些新的做法 然后在自己资源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自愁 所以我们现在的自愁 百分之十七其实在这些掌管里面我们还算低的 因此我们是觉得说我刚刚讲我们是勉力为之啦 希望争取这些经费来做转型 但是也希望说这个举债的能力 能够控制在我们自己的自愁经费 那我们现在是十七啦 百分之十三的努力的这个空间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严格监督 就是说这些隐藏性的债务 那你要告诉我们 你说你的自愁能力要从现在的17% 你要达到国发会以后的30% 那你的自愁的能力跟你的经营的能力 你要告诉我们啊 是这个都有都有要求财务部 财政部都有要求自愁计划 而且都有提出去 财政部有审过有要求你们 问题是你没有揭露给大家知道啊 是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书面报告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嘛 那主席 都通过财务部的审核 我觉得今天几乎所有案子都是这样啦 像我那个13 15 16 大家自己看一下这本里面 数字不是说真的都很多 但是你很明显的就比去年跟前年多很多 也许你今年要大修 这问题是像刚刚何委员讲的 你在这个预算书里面哪看得出来他要做什么 我们就看到一个数字急速的膨胀 然后里面向下都没有说明 那你现在才用这些回复 那也没有每一项是大概多少钱 其实预算书应该是要这样子 尤其是你自己sense到说 跟以前的有变化 如果都照每一年都是这个 然后执行率也都八九十 那个没有人会去挑这个毛病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程序的问题 就我们委员都很支持文化建设 但是我们是帮人民在看颈核包 所以我们在资讯不足的状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做决定 比如说假设你这些计划 我们刚刚看到过去 还有还没有行政院还没有核定 你说核定了 那这也是我们关心的 你核定的那个文在哪里 对不对 然后财务的可行性的计划在哪里 那他们觉得可行 我们委员可能看一看觉得不可行 还有就是说这个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大计划 如果行政院核定了 根据核定的去编预算 再来跟我们委员会来报告 这整个顺序是这样子 那换句话说行政院的即使是他核定 不是说他有核定书 我们就叫照单权收尾 不是这样 那我们省预算不是只有刑事省 我们也可以觉得说这整个方向是不对的 或者是要做若干的修正 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刚刚讲的那个 像大南海计划在这个部分 我跟国书这边都有提 我们只有冻结50万 其实是重点就是要整个要跟我们报告 因为这个不是小事情 你报告清楚了 我想大家基本上不会乱删 这个是大家都支持的 只是说我们的职责 在到底行政院有没有核定 到底他的财务是怎么样 这可信性 你现在用这样子口头报告 也没有书面做佐证 比如说你说财政部或者什么 他已经核过了 那都是你们讲的 我们手上都没有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做到 一个把关的责任嘛 我想今天大家 主要这个删一点 剪一点 冻结一点 重点都不是 重点都不在这 重点是我们的资讯不清楚 是这样 对不起主席 我会议询问一下 我平常想想 从那天在审那个原子能的基金 到今天在看我们这个文化部门的基金 其实我觉得对于新科委员来讲 都在拼天材 那我真的要询问一下 我们来自地方议会的 像惠芬跟灌辅来自台北市政府 我们在市议会審查的时候 除了一本预算书 其实都会有另外一个预算说明资料 对不对 那但是今天我从那天原子能文会 到现在我就是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 就是一本预算书 然后呢 针对个别委员提出有删减的 或冻结的提案 你们才有一个相对应的简要说明 当然结论就是 恳请免语冻结或免语删减 就这样 那在所有的相关像大南海计划 我相信你们都有 只是说在今天审议你们的预算的时候 甚至最简单的新增预算 比过去多的 你就是要有一个说明资料 但是事都没有 所以我自己是 一来是觉得我还在新科 我在学习想说 变天资 然后重新再打底 可是我听几位前辈委员提的 确实这就是一个 在立法部门监督的时候 一个资讯不对称 你让我们如何来做 一个相识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省议 所以这个是我想要做一个询问的 过去都这样 大家都 资料库都在脑子里 如果省之前的时候 他们会准备一些书面 然后委员看那个有问题 他们国会留意的人都会说明去说明 对 你只要有问题 你只要找他们去 他们都会去跟你事前做说明的 是整份的吗 不过不止大南海 我是说你们 对都会这样做 然后你不了解可以找他们来 但那也是要委员提出来不是吗 对你可以事先找他们先来了解 对他们很勤快 所以立法院是这样 我们以前是行政部门在省预算的时候 就要一叠说明资料 怎么样 专案还是要口头 还是书面 因为我现在 刚刚那几个计划 你看他预算书 我真的看不出来一个单位要10亿 预算书都没有显现出来要10亿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什么 国富纪念馆 从104年到108年就5亿多 外界资金没有 外界资金没有 预算书上面都显现不出来 可是实际上来讲 跟预算书 根本就不一样 你看这边 这上面写的根本就不一样 跟刚刚讲的是完全不一样 其他单位也是一样不一样 这个是哪里有 哪里跟刚刚讲的行政院核定的内容 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从预算书 我们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三十几亿的预算 我们今天一省下去 就是三十几亿的预算出去了 可是我们今天看不出来 在预算书我们看不到 我们只看到几千万或者是一亿 一点点钱而已 可是这个东西一开始下去的时候 借贷的贷款的话就贷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这个就像我们在预算书 就是我们看不出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赵伟 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一下文化部跟各个场馆 你们刚刚说你们要开始 就是其中有一大部分三亿三亿三亿五亿嘛 就是要借贷嘛 那你们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借 行政院核定你们的 财政部也审议过了 那你们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借 我想各个场馆的这个进度大概不太一样 都是软体先然后在后面才有建设计划 我现在先厘清一下 我们是107年开始 107年开始借 然后国父今天管呢 107 107 107 然后主任呢 我是今天在105要写 那是因为我的工程还不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今年不会借 那 那其实我们也在等 因为我们文化部本身已经有在提一个这个 就是文化机构的自偿率的这个比率 现在正在跟国发会这边这个申请 那我们是认为这个部分如果定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到我们的这个自偿 可以到这个10%15% 那我们就不用去借钱了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真正可以自偿 好啦那他今天不要借啦 不要 那借贷计划通通暂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预算书前面都有说明 我们休息五分钟大家看一下好了好不好 他前面对我讲的总体计划 还有他的分年的偿还 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 再继续沟通一下 你说你今天不要借了嘛 对不对 他们也不想 他们不想不想借啊 现在是休息喔 趙伟现在休息喔 好那建议啦写一个主决议啦 现在的偿还的那个借贷计划都暂缓啦 很久就不可以动的很软 他已经去那了 那现在要请说啊 她就来去皮肌延宜 她是把其他部位的營业性预算 好 易业心基金要来文 我已经给他送一个 受 عند提供的 dismantle 你没钱 现在我就是eton 所以你覺得出面 動間出面 怎麼講 這個在包東部的營業性預算 有啦 用來我們 國內部 阿咱 進了給那些控制 你 如果三個 媽媽 投給出來 有那個變一段 所以就把你 低調的 所以我們每個個都在後面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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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你 想 上京中 那個是 上京中 就是10錢啦 10錢 這樣要 不定啊,是一來的,一年整個就卡票了, 還可以有錢, 時間,時間也好, 所以應該說, 無論如何, 大家都在這裏, 所以每天, 然後, 我今天, 我去看這個, 我來講, 我去看這個, 我來講, 我去看這個, 2013年12月9月,иной的5月,山東和寺增加追加, 併地區領和的長期威廉木童之室, 加王寺斯, 揭曉木童之室, 大致鑼山東和寺增加, 古洋洋一樣, 布囵充的單位主要翻版, 小二为什么要回来小赛呢? 小赛是现在超纯的呢? 超纯的,超纯的,对不对? 他跟吴奥尔比较没有。 现在能够最可爱的事情来回来的, 今年的遗传他就说, 他就是想要多大陆, 他就是我们的碰到, 所以今年可能盖不下去, 他就是要整个的业务。 他会拿来的一两个相对, 我们可以写的业务, 他本来就变得开了他, 我们能够在业务, 他的业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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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